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们昨天谈到的就是 由于乌克兰现在久攻不下 让现在普丁在他克里姆的宫面 非常的愤怒 非常的焦躁 甚至大骂他的军事将领说 搞什么鬼 到现在还拿不下来 现在有一张照片 证实了这样的一个传言 我们看到普丁在发兵的时候 他是这个表情 你看到没有 非常的凶狠 双眼炯炯有声 好像充满的力量 是一个狮子老虎 但是现在最新的照片 你发现他是一个老头子 他脸色苍白 双眼无神 然后若有所思的样子 但是这样子一个苍白的普丁 这样子的一个两眼无神的普丁 现在才是全世界最害怕的人物 因为他现在已经被逼到墙角了 如果他真的不能拿下乌克兰 他不能拿到一个有意义的胜利的话 他的权力可能不保 甚至他可能会人头落地 所以这样子被逼到墙角的普丁 他会做什么动作 现在传出来说 他已经把他的家人放到了西伯利亚 他真的有可能发动核战吗 先不用讲 发动核战 他现在已经回到俄罗斯军队 简单粗暴的这个战略手段 我们今天请到企业外宾 对大家非常首帝的财经专家 黄熊松 你好 大家好 好 这是每一道电视报的董事长 吴子嘉 大家好 第三位是十一篇李正浩 大家好 第四位我们要特别介绍 他是科隆大学博士 淡江大学的副教授张福生 张老师你好 主持人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 第五位是资深媒体员小慧珍 大家好 好 第六位是上周的 种族币吕国珍 大家好 待会呢资深媒体员黄远翰 也会交流讨论 好 四同 现在的情势 感觉上有点越来越恐怖了 因为普丁开始有点抓狂了 我们之前讲 他现在非常的焦虑 他非常愤怒 就从这张照片就可以看到 他现在真的非常的疲累 良言无声 看起来乌克兰的战事 不如他的预期 可是不如他的预期 他会放手吗 没有 他看起来没有放手 他现在越越可怕 因为针对基辅 针对哈尔科夫 甚至针对乌南的这些边境 他开始狂轰烂炸了 而且什么样的人最可怕 退无可退的人最可怕 现在对普丁来说 他已经退无可退了 退无可退 为什么 他要尽快拿下乌克兰 另外他目前国内在烧 他目前经济已经 拼临崩溃的这个边缘 另外一个 基辅也是一样 基辅来说 我先炸你的这个电视台 为什么 因为现在没想到 这个泽伦司机不放过 他直接跟你叫牌 他说基辅是我们的心脏 我们必须让他跳动 生命就会胜利 所以看起来的话 泽伦司机又在跟这个 普丁叫牌的时候 你觉得普丁能怎么做 我知道加强攻击的力道 让你乌克兰真的 在短时间内一定要拿下来 所以你说 普丁现在非常焦虑 我拿不下乌克兰 现在全世界对我的支持 我现在经济快要崩溃了 经济快要崩溃的时候 泽伦司机这个超美要 超美还过来就不不跳 这个超美还继续对我挑衅 这个超美要说 我绝对不离开 现在等于是俄罗斯 跟乌克兰两个领袖 要在基辅进行一个大对决了 那你知道今天早上拜登还说 普丁错了 我们准备好 还有斯里坡的制裁全部都出 所以那普丁现在真的 他面临到他一定要尽快拿下 乌克兰的这个窘境 而且你从今天拜登的那个表情 跟讲话 那个阴谋论越来越可能了 你看这是2月24号 普丁要宣布出兵乌克兰的时候 过去我们熟悉的普丁 就是这个样子 非常有霸气的样子 这是最近的普丁 你可以看到 好像两眼无神 然后呆滞了这个花 苍白无力 对为什么 因为他实际上 搞到说他现在不知道 该如何进退收拾国内 和国外的这个局势 所以他传言是什么 传言说他已经炒掉了 俄罗斯的参谋总长 杰拉西莫夫 把他炒了 那为什么把他炒了 到现在还没有拿下一个城市 搞什么啊 之前打仗怎么打成这个样子 所以他现在纽约时报的说法 就是说 因为前一阵子过去 包括说像2000年在车程 2015年在叙利亚的时候 其实一开始 这个俄罗斯军队都打得不是很顺利 打得不是很顺利之后 你知道 因为他们当时顾东顾西 不要伤到平民这样 就后来战事不是都改变战法 改变战法就是简单粗暴又致命 全部给你杀 杀无色 杀无色的画面的时候 你看 譬如说以这个车程 他们进到这个格罗兹尼去打巷战 巷战里面每一寸每一层 都打 里面的平民他照样杀不误 那最后至少有1.5万的叛军死亡 平民有2.5万上升 平民死得比军队还多 那2015年的时候也是一样 2015年的光是这个空袭这个序列 就死了5700为平民 那现在乌克兰的平民死伤 还没那么严重 所以就有人说 他如果真的用所谓的简单粗暴又致命的方式 就去攻击乌克兰之后 接下来 杀戮才准备要刚开始而已 所以纽约斯堡才讲说 现在乌克兰的状况 不容乐观 因为 震珠过去 正在俄罗斯所有的手段都是 只要我不顺利 我就加强我的凶狠的手段 简单粗暴 而且完全是人命于草剑 你看这几天的时候 哈尔科夫就是这样 你看 这是哈尔科夫他们的这个 这个警察 总部的这个建筑 你看 马上飞弹就直接命中 命中之后 你这样开始烧 当地的当然拼命的在完全给人家 这个进行要打灭火的这个情形 包括他们的空军基地 你看空军基地也是一样 炮火连连一个晚上 这是晚上的画面里面 整个晚上好像 宛如是白天这样一个情形 包括说像哈尔科夫附近来说 已经有开始有散兵开始进来了 那到目前为止来说 哈尔科夫跟周边 每天都在想起所谓空袭警报 因为他们这个散兵 已经准备要跳下去了 另外他们弹药库 遭到这个轰炸的局面 所以你看 他是等一般的建筑屋 一般的道路全部都被炸毁了 不是 你就知道路上的这个 你看车子 车辆完全 还有你看建筑旁边的这个车辆 完全都被炸毁 所以他现在已经完全用所谓的 不分青红照白的完全的炸 另外除了在这个哈尔科夫之外 他在这个 因为现在一定要拿下基辅 对 要拿下基辅的时候 基辅有一个交通要道 就是日托米尔 日托米尔 日托米尔这个地方 晚上的时候 这是晚上的时间点 不断的有火光爆爆爆爆爆 不断爆 甚至连音乐附近 音乐附近的民宰都被炸 音乐都无放过 全部都被炸 那很多人就说 这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那这是白天的时候 白天的时候 你看这个什么画面 你看这个画面是 有一个人他在那边拍影片的时候 结果没想到 看到路上有一个坦克车 打过来的时候 就刚好打在他的面前 你看他那面前 你仔细看他 他一个炮就打过来 刚好就打到面前 他觉得太夸张了 那是坦克炮 因为为什么 因为在日托米尔这边 有他们的 这个所谓第95旅的 这个乌克兰的基地 这个地方也是狂轰乱炸 你看 这个很显然是一个平民 拍到了这个影片 他就在他面前 这样子就开炮 你知道在坦克旁边 听到那个炮声 有多可怕吗 你知道这个真的是 所有乌克兰人 现在在遭受 怎样一个状况 包括说你看 因为你知道 吉普电视塔 也变成是目前俄罗斯 要攻击的目标 因为这几天的时候 不是包括泽伦斯基 还有乌克兰所有高官 都用这个电视啊 一直在跟发表演说 对 维持这个整个乌克兰的 民心士气 所以他们就说 我们要跟 针对所谓第五 72主要信息 和心理作战中心 然后把它打击 所以你看 现在这个炸弹 不断的轰炸这个电视塔 务必要把电视塔给打掉 所以你看整个目前的 这个整个乌基辅当地 也是不断的有火光 不断的试射的这个情形 好 那刚刚讲的是 现在大家最担心的是 它的第二轮攻击要开始了 是的 而且刚刚讲的 它第二轮攻击里面 最大的 最强的坦克部队 还有 它最大的杀伤力武器 才要上场了 没错 事实上我们刚才讲的 都是北部的这个战场 南部也是一样 马力波这个地方 你看马力波的这个街头 非常多的这个枪战士气 这是空战的画面 也是非常多 你可以看到都有非常多 火花四射的这个画面 这是他们 五蛇 卡五蛇的攻击直升机 抵达马力波 马力波是什么 在这个顿巴斯克那附近 它是位于这个 非常重要的海港 如果打通这个海港之后 把这个所谓 乌东所有的叛军 可以过来一起 他们准备要会师 要往北 另外一个还有赫尔松 赫尔松这个地方 是在奥德赛旁边 他们也是这样 他们现在战车不断的进入 你看 这是他们俄罗斯公布的 我已经进入到赫尔松的市中心所在的位置 这个城市已经被我们拿下来的 还有很多军队 你看抵达这个 他们赫尔松的中央车站 所以赫尔松已经拿下来的之后 你就知道我们用这个地图来看 赫尔松就是 约莫斯在这个 赫尔松约莫斯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你看 这完全奥德萨都打通了 另外一个 他们现在在这个 马力波这个地方也打 所以他们现在整个完全打通了 往北的这个路线 如果能够完全会师的话 就可以会军北上 这是哈尔科夫这个地方 另外就是基辅这个地方 所以他现在等于是把主要城市 全部打下来之后 所以我先稳定边界 稳定边界以后 基辅大决战就会开始了 他现在等于是说 把这个海边的这个港口 完全都占领之后 你已经没有所谓出海港 然后我就哈尔基辅 南边如果互相打通可以往北 然后哈尔基辅也可以往这边来 还有原本的基辅 这样完全会师到基辅来 打得你片甲不留 所以这就是俄罗斯目前的战法 现在因为这个 很多南部城市都被拿下来 这个哈尔基辅呢 有可能在短时间 因为散兵都进去 如果都没拿下来的时候 真的最后的决战点 就会落在基辅这个城市里面 所以现在真的要天佑乌克兰 刚刚讲的 乌克兰人的勇敢 振奔了全世界 甚至也振奔了台湾 对 可是你说乌克兰面对的挑战 可能还刚要开始 没错 你看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基辅这个俄罗斯 已经有1500名的这个军队 还有62公里外 有这个所谓 64公里外有所谓坦克车 慢慢的进来 慢慢的逼近 所以未来几天的时间里面 可能会出现所谓的 基辅大决战的这个画面 所以现在是泽伦斯基 跟普丁的最后对决 对 没错 事实上 为什么我们说 泽伦斯基为什么他这次完全不怕 我们可以看到 不只泽伦斯基不怕 你可以看到现在乌克兰 或是基辅里面的这个城市里面 你看 这是什么 乌克兰 乌克兰民众 他们在排队 在什么 枪支外 枪支店外面 领枪 他们就说我们要领我们枪 领枪之后我们要自己 自己知道说 你说这个排队是买枪的 对 买枪的 购买一些步枪或是猎枪 来保护自己 那他们就在那边教他们说 你要不要怎么轻枪 怎么样发射 另外一个你看 一般的民众 他们在路边 他们就装这个沙包 堆这个路障 另外一个还有包括说 制作汽油弹 我们这里不是讲 他们连国防部都教你 怎么做汽油弹 真的他们街上 都是这样的画面 甚至你看 这很多很多 这个乌克兰民众 看到这个俄罗斯的军车 他们去挡 他们用肉身去挡 甚至还用木棍在那边打打打 对 你就觉得说 他们不怕吗 他们为什么不怕 包杰 为什么他们不怕 因为他们协议里是 哥萨克基兵的后裔 那令欧洲人 文字善然的 哥萨克基兵的后裔 他们乌克兰人 还有俄罗斯人 某些这个地方 过去就是 哥萨克基兵的 最主要的地方 你看 他们完全看到战车 他们是完全扑上去 对 看到这些要攻击的目标 是这个样子 那为什么 因为他们协议里 就留着哥萨克民主的 哥萨克基兵的这种协议 他们是非常 彪悍又强悍的一群人 真的是天下第一基兵 你看 哥萨克民主的后裔 在跟你叫牌 另外一个外面的全世界 对你进行个包围 所以他现在只能够 用简单粗暴又致命的方式 一定要短时间之内 拿下乌克兰 现在 全世界焦点 都放在基辅 刚刚讲的 基辅外面已经有65公里 现在大军还在陈列当中 而且现在基辅 连他的广播电台的这个发送网 都已经被轰炸了 现在大家讲的 连纽约斯报讲 每次俄罗斯碰到了阻碍以后 他就会用最更简单 更粗暴的方式 来对他的罪手 对像车臣 像叙利亚 都是一样的手段 你说现在基辅很恐怖是 现在真的普丁 准备大杀 等于说大干一场了吗 现在他已经把最可怕的杀戮武器 都带来了吗 对他今天开始推出的就是两四洞榴弹炮 两四洞 那整个开始要做大规模的作战 就像我们金门炮战那个两四洞 一发炮弹可以把虾门车站 整个打毁的那个两四洞 然后他们号称一弹一楼 一个炮弹可以把一栋基辅的大楼 一个炮弹都能够炸垮 换言之长你里面要是有什么狙击手 要躲着一些其他的一些部队的话 他一动他一个炮弹就把你全部打掉了 所以今天他开始 第二个他宣布 宣布跟基辅的居民宣布 开始开放一条绿色通道 他有一个高速公路 让他们全速能够撤退 他不断地宣传这个事情 就表示他开始动手了 平民全部离开 平民全部离开 因为他也要跟全世界交代 所以我会让你平民走 你不走在里面 就是我敌人 可是他这样的杀戮 不担心跟乌克兰结下了邪海深仇吗 所以他本来的顾忌一定是考虑过 他攻占乌克兰之后的统治成本 对 他现在完全没有办法 因为现在普丁 现在掉在办公中下不来了 他不再继续干下去的话 你看普丁 你看他国内的情势现在变多 很惨 很惨 国内现在你看到 颅布的贬值 然后利率的上升 然后粮食的缺乏 然后整个包括这个部队的士气 整个都对他很不利的情况嘛 那这种情况之下 他不拼的话 不做拼命一搏的话 他可能自己政权 就要注入险境 而且他讲他要速战速决 他时间拖得越久 他的脑袋就快掉了 保健我讲简单一点 他要讲速战速决 是在出兵前讲的 他要在全面作战 现在已经不可能速战速决了嘛 我昨天讲过很简单一个道理嘛 这个后面的大阴谋家是谁嘛 美国 美国今天拜登已经演讲了嘛 拜登讲得很清楚 他准备好了嘛 这他你看民调速度上扬了 上了9% 对啊 可怕 拜登已经赚到了嘛 欧洲各国都赚到了 我今天有看到 我今天看到演讲嘛 我看到这个责任司机 在欧洲议会演讲 根本就是现在21世纪 今天的英雄人物你知道吗 他穿了他一个绿色的破梯衣袖 在那边演讲又翻译 然后演讲完了之后 而且胡子还不刮 看得张稀稀的嘛 但是欧洲议会议员全部站起来 如雷般的掌声不停啊 三分钟到他这边 一直给他帮他 就是荣光 就是荣光乌克兰 最后结尾 荣耀乌克兰 一直在讲说他们的 为了欧洲的这个安全等等问题 然后这个整个气氛都不一样 全部不一样 所以这个仗 这个仗我觉得已经败了 普丁已经败在 因为前面四天没有拿下来 后面现在是拜兵求战 孙子兵法里面讲得很清楚 拜兵求战 你孙子兵法里面很清楚 你要用这种方法打的话 你就是已经是打败了 才会用这种 你要买薄 你就买薄汤漏出去 你就没有招了嘛 对 他完全没有招了嘛 你看他今天对另外一个城市 哈尔克夫 他现在是什么 哈尔克夫是一战一败 他退出再度进攻 再进去 今天是用什么部队下去 战兵部队 空降师下去了嘛 空降师下去就杀了嘛 那些部队是杀人如麻的 那些是不会跟他客气的 那你在打什么东西啊 他还没有打消耗战 我这主力部队还留着 对 你每天在那边攻城掠地 已经是十九世纪的作战方式了嘛 二十一世纪是打什么 是捕捉你最有价值的资产 跟你最有优势的主力部队嘛 对 这根本都不知道 我们都看不到 乌克兰主力部队在哪里 我没有完全看不到有损失啊 对 没有报告出来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整个战局啊 我觉得已经让俄罗斯陷入被动 然后你看其他国家 像白俄罗斯跟其他 他的联盟的部队 一一都呈现困难的局面 最重要的一个国家 就中国大陆 也在退缩 也在退了 所以他不敢进嘛 因为美国就逼命吃他豆腐 逼命逼他嘛 逼他干什么呢 逼他就是要切断 他的人员的采购嘛 如果中国大陆最先很尴尬 中国大陆的王毅今天 跟这个乌克兰外交的 外交部长对话嘛 乌克兰外交部长直接提出来啊 期待中国北京当局 来担任涡旋的和平角色 結果王毅不敢回答 没有回答这个问题 这局面你看很清楚了吧 只要消化战一打下去的话 一定危及到普丁的政权 所以他打也不是 不打也不是了 他非要收拾善后 他现在如果不在短时间之内 收拾善后的话 找一个台阶下的话 他一定危及政权 这是普丁现在最头痛的事情 好所以师兄 你想想说 为什么现在普丁要赶快速战速决 是因为所有的情势 对他太不利了 因为没有想到全世界 对他的制裁来得又急又凶 今天讲的 連所有的货运公司 都拒绝运俄罗斯的货 现在连你是有名的指挥家 你没有表态反俄罗斯 对 你竟然在西方的乐台 对 你根本就混不下去 更不用讲 现在他有可能 重蹈阿根廷的覆车 对 他有国债危机了 没错 为什么俄罗斯真的是后院在燃烧 他现在很多外币 他就没办法拿到 所以他们现在只能够去挤兑 他们国内现有的外币 你为什么 因为卢布必定要贬值 卢布已经没有在交易 但是他一直不断的贬值 贬值已经贬了50% 那怎么办 贬 我们昨天讲30% 今天50%了 我去领卢布出来 马上就赔钱 所以我不会去领卢布 我想办法去领我的美金 日元 什么 所以他们现在排队 全部都在领这个 而且如果只有卢布人 也先把他领出来 因为鲜花搞不好还比较好 过几天就会跌 所以现在俄罗斯的街头里面 全部大排场都在 准备要领货币出来 俄罗斯的人 比乌克兰人更焦虑 没错 这是一个在这个30岁的这个伊利亚 他是说什么 我去这个领钱之后 赶快把钱拿出来 他说他现在拿钱出来 他放在什么地方 他放在他的枕头下面 他说如果再继续这样下去 搞不好会有抢劫的事件 他说是这样子 所以你就知道说其实 这个俄罗斯的民心 已经开始在浮动的一个状况 还不止在浮动 今天这几天的时候 早晨的时候 这是俄罗斯的地铁 俄罗斯的地铁 全部大排场都 为什么大排场都 他们发现到说 我原本都刷什么Google Play 没办法Google Pay 或是刷什么三星Pay 或是什么Apple Pay 全部都没办法用 因为外国全部都给你抵制 所以他们现在 原本都是绑信用卡 就可以进去嘛 完全都没办法进去 好那我想说那我 所以你说 他现在的Visa 他现在的Master Card 他现在的 所有的像Google Pay Apple Pay 都不能用了 对 电子之路没办法用 那我要用 好我就Master Card 或者用Visa Card 去绑定这样 也没办法用 所以他现在所有的 账户全部都没办法用 所以 为什么他们排队排成这样 因为他们要去 拿换这个现金 换现金 那多麻烦啊 所以才大排场 那种这个样子啊 你就知道现在 整个俄罗斯民众 已经开始感觉到 所有的困难的这个局面 要开始慢慢发生 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嘛 卢布你看这个 这个网上是暴跌的这个状况 但卢布大幅的这个贬值 那你知道 英国现在没办法的时候 你知道 这个俄罗斯当局说 3月2号开始 所有你知道 出口1万块以上的这个 都不能够出口了 出口1万块 对 你就知道 现在到底 出口啊 对 你就知道 事实上现在他们已经没有 这个相关的钱喔 那没有相关的钱 他根本没外汇了 那还说什么 有可能说要 没收人民的这个存款 而且现在 外国人已经没办法买股票 那现在外国人的资产 也没办法出来 所以现在等于是 你完全 你之前去买的那些东西 完全都被套在那个里面 那就你知道 他还准备怎样 他说没办法 因为那些什么 被制裁的国家企业太多了 他准备还要砸 一百亿去救市 可是他真的有那些钱去救市 所以他现在对他来讲的话 他的里面经济的这个困局 是相当相当之巨大 所以大家都没有想到 西方世界 在经济制裁上面 来得又急又凶又猛 而且是各个领域的 对 我们刚才讲 Apple Pay没有对不对 事实上你现在 如果你要去买这个Apple的产品 在俄罗斯 你也办法 也买不到 他全部把所有产品都完全下架 还有很多这个 俄罗斯官媒的相关的Apple 全部都给你下架 还不止这样 Nike也没办法在那边买了 另外一个 Master Car跟Visa Car 完全都没办法用 所以你现在 很多俄罗斯的金流 完全都中断 甚至连波音公司也是一样 福特公司 甚至是哈雷 他现在完全都不出货给你 所以对他来讲 形成一个巨大 他根本是完全变成是 国际的经济金融的一个孤儿了 而且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今天很多制裁俄罗斯 一开始大家本来认为说 制裁的力道不会太重 为什么不会太重 因为你很多制裁俄罗斯是 商敌一千 自损八百 你自损力很重耶 就你很难想像 刚刚讲那些Max Car 那些其实都有受损 因为你已经整个 俄罗斯的整个的业务都没有了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 今天连艾克森美孚 像昨天的壳牌 全部都宣布 我不要跟俄罗斯打交道 他们这些石油公司 不跟俄罗斯打交道的时候 对自己是伤筋动骨耶 没错 我们昨天讲到说 包括BP 包括可牌 包括说挪威的公司 都已经开始停住的时候 大家观望的就是艾克森美孚 就艾克森美孚也说 我们要停止在俄罗斯 相关的这个业务 包括说在这个远东地区 所有开发的全部都要停止 那因为这些这个大金主 完全都没有之后 现在有一个传言是什么 北溪二号这个公司 他因为被制裁的关系 他现在也没有 北溪二号已经盖好 该好你要至今run 结果没办法运出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可能也准备要提出一个 破产的这个状况 所以你看 当初为了北溪二号 这个俄罗斯是多么处心气 就现在你因为打乌克兰之后 连北溪二号搞不好 本身都出现财务的危机 所以我才跟你讲嘛 布林这次打 看似乌克兰 打了这个 到目前为止来说的话 真的是完全不划算的一笔生意 好 张老师 你是科隆大学的政治学博士 你是专门研究欧盟的这个战略 你说真的 就像纽约时报讲的 真正的恐怖时刻才刚要开始吗 普丁真的是被逼到墙角吗 而俄罗斯过去 只要他战事不顺的时候 他都会无情的杀戮 现在无情的杀戮会开始吗 在我们看到第二波的攻击里面 确实是有这个迹象 因为在第二波攻击里面 普丁提出了两个战略目标 第一个是要摧毁他们通讯设备 对 第二个要摧毁 特别是基辅基础建设 通讯设备我们昨天看到说 对国营电视台 他把他轰炸下来 对 把那个发射台炸了 因为他 普丁他现在已经看了 第一波的失败 他检讨之下是看到 现在最难打的是 这个乌克兰的士兵 跟人民的人心事迹非常旺 如果说这些网路媒体 如果把他摧毁掉 那这个断了这个线 那乌克兰士兵跟人民 听不到政府的一些发言 哲伦斯基的一个形象 政府官员不出来 吹捧这些事情的时候 那他们又聋又哑的情况之下 这个事迹会断了 所以你说普丁提出要做的是 把哲伦斯基给消灭掉 是 一个是肉体的消灭 是一个另外一个是 把你声音给消灭 是 没有错 加上若他现在积极地 密集地去摧毁 这个基础建设的话 没水没电的话 人心就会患散 那就会启动 他们所谓的一个 混乱的一个战局 那这样的话 对于普丁来讲 是一个机会 那我们现在 比较乐观的一个判断 就是说 像欧洲联盟 德国 法国的一些 对乌克兰政策 已经改变了 我们说以前在战争之前 德国 法国 欧洲联盟 都采取 比较保守的一个方式 是 希望透过谈判 外交途径来解决这个中毒 所以德国 欧洲的 你们都不提供武器给乌克兰 甚至对于一些激进的 一些言论都会不说 不去挑衅 让这个普丁 试得去 然后去做一些冲突的一些做法 你说他们已经太纵容普丁了 对 这个批评是正确的 一开始他有一个幻想 就是用谈判的方式 用经济制裁 金融制裁的方式 能够让他就范 但是普丁 他的目的是要制造 烏克兰内部的不稳定 那只要烏克兰内部不稳定 就不可能加入北约 那这能够达到他战争目标 但是战争爆发之后 我们看到说 欧洲联盟的策略完全改变了 都创造很多史无前例的一个 对俄罗斯的严峻的一个做法 所以以前欧盟从来没这样子过 没做过的 第一个就是说他们 他们启动所谓的欧洲和平基金 在去年2021年3月 他们建立了一个50亿欧元的 欧洲和平基金 那这一笔基金的主要是要维护欧洲和平 那主要欧洲今天有一些冲突的地区的话 他们就要动用这个欧洲和平基金 来去解决这个问题 所以他在两天前就通过决议 要给乌克兰4.5亿的这个欧元去 购买一些致命性的武器 以前怕普丁绝对不敢做这样的事 现在这种事都做了 对给他钱去买 买这个攻击型的武器 那第二个的是我想讲的是 在这个战争爆发之后 欧洲国家欧盟27国意外的团结的 去收容这乌克兰难民 那这个是所谓的欧洲意识的表征 在我们看到说2015年 我们看到叙利亚伊拉克难民进入欧洲的时候 波兰他以说我们是天儒教国家 不收穆斯林人 那匈牙利的总理欧盟说 我们家很穷 收一个难民都对我们太多 那罗马尼亚保加利亚 罗马尼亚 这些四个仅邻乌克兰的这些国家里面 都举双手欢迎乌克兰难民进入欧洲里面 而且欧洲里面也为了乌克兰难民的解决 特别破例的召开了司法院内政理事会 在会议当中27国内政部长同意 马上核发给乌克兰的庇护 在我想讲的就是说他们对于 对于俄罗斯开战之后 他对于俄罗斯的飞行器和飞机都禁止进入欧洲里面的领空 那这个是欧洲里面非常非常不可能做的一个做法 因为欧洲里面一直认为说俄罗斯是欧洲的一部分 那跟俄罗斯交往 人民的交往是一定要保持暢望 不管在什么时候 但是因为这次战争的问题 他下了这个禁航令 最后一个认为我认为是颠覆很多人的一个 刻板印象的一个做法就是我们都知道欧洲里面 他非常强调一些普世价值 言论自由媒体自由 但是他这次他却下令禁止俄罗斯的一些官媒 比如说今日俄罗斯或者是俄罗斯新闻社 这些封锁这些消息来源 以前从来没有过的 以前没有过的这些做法是让我觉得非常压抑非常极端 另外就是刚刚讲到的俄罗斯 他以前他是等于说非战 就不想卷入战争 可是这一次刚刚讲到乌克兰讲说我欢迎佣兵部队 就现在法国佣兵部队讲 你只要是乌克兰人你就可以随时离开 而今天已经有五百多个士兵 从法国飞往罗马尼亚准备进去 难道有可能说用佣兵的名义转换 现在欧洲的国家也会参与这一场的乌克兰战争吗 在昨天的记者会上这个北约的秘书长 他讲得非常清楚 波兰的有很多志愿的飞行官 他愿意要去投注这个乌克兰的航空部队 去对乌克兰对俄罗斯开战 但是他讲得非常清楚 最好是不要去 因为去的话你是波兰 波兰人去打这场战 波兰是北约的会员国 那表示北约会跟俄罗斯作战 那这会不会爆发更大范围的战争 会把北约卷入这场战争 是非常危险 所以你说目前为止 北约提供器材 提供金钱 提供武器 这都可能 但是他要提供真正的军力 就提供人员还有一步 还等于说还没到那一步吗 北约到目前为止没有承诺说要提供武器给他 而且北约他的武器也都是会员国所有 所以真正的北约的军事职业 是只有一些固定的指挥部里面的一些固定的设备 雷达设备机场的配备而已 实际的作战 比如说我们说科索瓦战争 利比亚战争 这些北约去执行的一些战争 都是会员国直接自己贡献军力去执行的 北约他的军力是几乎是没有的 我们看到说科索瓦战争的时候 85%的军力是来自美国 其他是由法国德国去提供 所以我现在要补充一点就是说 我们看到说第二波攻击里面 是来得猛又来得凶 那乌克兰能不能招架这一波的攻击是最关键的 我认为现在乌克兰自己能不能撑得住 那我是比较悲观一点来看这件事情 第一我们看到说在六十几公里的坦克部队集结的时候 那乌克兰是没有反击 那第二个是我们再看到说在俄罗斯年 他现在是六面夹几 从东边北边南边六面部边夹几 那而且这个已经在南部的地方 已经开始串联起来了 那如果说黑海舰队他借用他的串联 南部串联之后他可以自动的 从南方去发射军舰上的武器的话 那挺进游南挺进基辅 那基辅能够撑多久 那这是很大功利